哈囉各位好 再來我跟各位分享那個有飼養素嗎? 素麻種類的朋友 對 我會建議各位就是 在水裡面齁 水裡面大概 最好啦 最好大概三天 換一次 或者是最慢 最慢五天 好不好 五天換一次 可以嗎? 五天 對 因為齁水質 他們需要水的時候一定還是會來這邊 環境的部分齁 自己就 要看一下 OK 今天是外負藍養 非常好飼養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小型的蟋蟀齁 我選擇的蟋蟀都在0.5公分左右 唷 不 不大會超過 1.5公分啊 對啊 無論你的蛙大小隻 我都是選擇在1公分以內的 對 OK 這我就先把蟋蟀放下去了 等一下 這樣子好了 這種蟋蟀才比較浪爛跳 OK 好 就這樣子 對 有的網友問我說 欸 請問一下 我 我就是怎麼餵食 蟋蟀 其實 我不大會去 用 鉗子或夾子去 去餵食 樹啊 我就是 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讓牠們 自己會去 鋪食啊 活動啊 欸 因為我的 習慣齁 不大 不大想要讓牠們 就是那種 泛來張口 我不是喜歡讓牠們看那種自然的生態 讓牠們自己去鋪食這樣子 因為 有兩個原因啊 當然這沒有絕對 這沒有絕對 就是 第一個我希望牠們自己能去活動 好 鋪食 找尋獵物 讓牠有活動的空間 而不是就是吃飽睡睡飽吃 然後飯來就張口這樣子 OK 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旅行用的食養箱 好 當然 當然 不需要像我用這麼多啊 你可以適量 適量大概丟 丟個幾隻下去 因為 有沒有吃完 自己 應該可以判斷很清楚 像我這邊這邊還有 好 好 我這樣子的環境其實非常簡單 好 一噴水 好 下面鋪是那個 顫子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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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一批是那個 檸檬 算進口的 檸檬 檸檬 美國素啊 目前也都 沒了 很快吧 對啊 OK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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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iff 一下